这样跟你讲 这一段跟普贤行愿品一样 如是等悟啊 虽然你常常的喜爱贪乐 但断气的时候啊 没有一样带得走啊 就好像梦中一样 当你梦醒的时候 临命中时啊 没有人能相救啊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呢 不断气的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 佛力 法力跟智力啊 你平常要学习佛法 你平常要念经 要背经 因为它在临终的时候 会用得到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养精养兵千日 用于一时啊 对不对 当我们平常学佛法 你悠悠乎乎的 你觉得没差 没什么差别 可是你若生命精进 你这身做了很大的功德 利益了很多众生 当临命中的时候 你啊 就会很安详的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啊 再看下面经文 物二 死时所见万物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亲自讲 一般的人死的时候看到什么 请看下面经文 此南瞻不周 众生由于心颠倒的缘故 临命中时 假如不学佛法的人 第一个 现在要看到大奈何 所以所有的浓血啊 都在流动 其实河里的水呢 是干净的水 可是他因为业的关系 他看到浓血 好 大奈何 请做一个记号 所以民间才有个习俗说 道教说 当我们呢 死的时候呢 假如没有学佛法 没有修行 要什么 坐一艘船 要喝个孟婆汤 对不对 要过一艘船 其实他也有一点点根据 为什么 观音菩萨这里讲 不学佛的人呢 断气的时候 是先看到河 看到河 你第一个会 很渴 你就会想喝水 第二个 又见大树 蒙火赐燃 为什么会见到树呢 注意听 当你地水火风了 你断气的时候 你身体会觉得很冰冷 很冷 好像冷气很强很强 请问冷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火 对不对 好 你一想火 地狱蒙火 就出现了 这就是叶 你会看到大的树木 然后火烧了很多很多 可是那时候 你控制不了自己 就像什么 飞而扑火 因为你自己心觉得 身体很冷嘛 你的灵魂呢 这样孤魂约鬼的 这样飞 然后你就看到火 你就像呢 飞而扑火一样 想飞过去 飞过去 一投胎 阿弥陀佛就到三恶道去了 接下来再看 见识事 见识事宜 心生恐怖 好 在恐惧的时候 就要问你 有没有禅定力 所以假如这时候 你念得起佛号 念得起咒语 我背得起经文 我背得起普弦行愿品 这些核跟大树 一刹那之间 就不见了 了解吗 这就是法的功德力 佛的功德力 还有自己修持的功德力 接下来再看 物三 行聚受苦 无尽分二 几一 地狱疾苦 地狱疾苦 请看经文 事实 阎罗王呢 这时候因为你看到 对不对 刚才讲 是大核 还有大树 还有火 这时候一刹那之间呢 你就会看到呢 地狱就现前了 这时候阎罗王 我们讲黑白无常呢 就看 就呢 以绳子来绑住你 然后就拉着你 急急一牵挽 然后你走的路呢 就像刀子 搁在你的脚 一样的大马路 脚抬起来 或下起来呢 你的脚呢 都变成 铲割 伤结 这个念铲 就是非常凄惨 就好像呢 被人家呢 像剁掉的肉一样 这样的脚 全部是疙瘩 而无数的 这个乌鳩 乌鳩像秃鹰一样 还有 举 罗 鸟 就很多很多鸟 飞在你旁边 以及呢 治狗等 治狗就像呢 地狱里面的那个动物一样 就跟着你准备来吃你的 于大地狱 你就会受很大的苦果 地狱这时候 现前 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请看经文 几二 悔不当初 翻过来 所经过的刀锋啊 任呢 大 所经过的刀山啊 大马路当中啊 富有 好像刀子里面有大的金刺 大刺 就刺在你的脚 他长呢 大概像十六指这样 所以一一步呢 就五百个刺呢 就刺到你的脚里了 这是意思说 你业力已经现前逃不掉了 这时候你就放声大哭啊 我等友情啊 过去因为爱的缘意 获叶苦 获叶苦 我今天受大苦 我怎么办呢 答案很难 因为这时候业力地狱猛火已经现前 所以科判叫做几二 悔不当初啊 接下来再看经文 物四 因果丝毫不闯分二 几一 为什么会有因果呢 请看几一跟几二 请做个记号 第一 大部分是不敬三宝 对三宝不恭敬 甚至毁谤 尤其是佛教徒 也容易毁谤三宝 还有外道徒也会呢 毁谤三宝 几二 造恶自受 你自作自受 你就很痛苦 请看经文 时 阎罗王跟大鬼小鬼都说 然后呢 你从无量节以来 从来没有以食物 布施过沙门 就说你看到出家人啊 都是生诡谤的心多 看到出家人 你从来没有去思维 出家人他可以剃度 而修行的功德 你从无量节来 从来没有 以食物供养过沙门 也未闻法剑至身 法剑 这是也有叫剑锤 就是敲大庆 以前讲经的时候 是要敲大庆 敲大庆表示 讲经的说法时间到 意思是说你从来没有听过敲大庆 而真正去听闻佛法 第三个也未曾绕塔 未曾玄绕塔像 塔是佛塔 像是指佛像 所以各位意思是说 他没有供养过佛法身三宝 佛有佛塔或佛像 法就是人没有听过经文 也没有听闻佛法 接下来呢 身呢就看到出家人 他也没有身恭敬心而毁谤 事实罪人告诉阎罗王说 哎呀我过去很愚痴啊 因为罪业跟恶障当中啊 盖住我的心 所以我对佛法身三宝 不相信也不了解 不恭敬 所以我的心永远是远离的 这是不敬三宝 所以反过来说 各位的所有灵友 在座的灵友很有福报 为什么 你已经皈依了 你已经学佛法了 你要供养三宝 也供养很多的功德 同样呢 你也随喜做了很多的造像 造佛像 我做各种教育慈善文化事业 这些功德 这些功德就会让你来生 而能够继续听闻佛法 继续修行 再看几二 造恶自受 那地狱的这个无常大鬼又告诉说 你因为造了很多的恶业 种种的恶业 经受苦暴啊 狱卒于是将这些人呢 就拖往阎罗王面前 在前面审判啊 好 我本来是要讲到 物六 一百零一页 到二十二一行 但是我想我这边告一个段落好了 因为我想讲几个故事 还有我还有总结 给各位一些建议 所以我这次讲经就讲到这里 一百零一页 第十行 下次从一百零一页 第十一行 物五 夜火无有穷尽 各位请你先预习 从一百零一页 一直预习到 全部结束 一直预习到 一百零八页 好吗 这是下次 partify的作业 好 在这里可以看到 科判写 物四 因果 我丝毫不爽 简单的说 人一生可贵的 你要先相信 跑了家 可是他太太啊 因为呢不知道 所以就在家里 有一天 官府就来抓他 因为先生不见了 当然官府间扣押他太太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关在地狱 监牢里 他太太很难过 因为他跟他太太 平常都是拜 观世音菩萨的佛教徒 他自己没有做错 因为先生呢 先跑了 这时候他就被关了 关了以后呢 他就一直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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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他念了一天一夜以后 突然啊 很奇怪的呢 被关的监狱啊 突然啊 找我了 找我了以后 那当然啊 官兵呢 就怕犯人被烧死 所以就从地狱 地窖里面呢 把他移到大街的马路旁边 把他钉起来 用木板 把他钉起来 这时候有一天 他继续念观音菩萨 有一天呢 他就经过了 看到两个法师 叫谭义法师 跟僧荣法师 谭义法师是 东晋道安法师的弟子 僧荣法师呢 是纠摩罗舌大师的弟子 那这位两位呢 曾经为他受过八观灾戒 那那两位法师 有一天经过 这个街上的时候 他看到了这个女居士 那个女居士就说 师父啊 师父啊 你还记得我吗 我跟你受过八观灾戒 你救救我吧 你救救我吧 可是那两位师父呢 看到他已经被 关在大牢里 他就跟他说 哎呀 我暂时没有力量救你 不过 你有受过八观灾戒的功德 你也很虔诚 我现在教你 一心一意 你也那么大悲 观音菩萨吧 观音菩萨会救你的 我们两个呢 因为刚好有事 要赶着离开 但是我们也路上会念 观世音菩萨 为你祈福 这时候这位女居士 真的很虔诚 因为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被关在监狱里 那怎么办呢 她就很认真的念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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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晚上也不睡觉 就一直念一直念 念了三天三夜 突然啊 她手上的链子 通通都断掉了 断掉以后呢 然后呢 她就跑出来疗房 可是跑到疗房的时候呢 因为疗房里面呢 外面还有那个 将军官啊 站着 她被发现 然后呢 她就跑回去了 跑回去 因为链子已经锁掉 她就自己假的 把自己带上来 带上来以后 她就继续念 念念念观世音菩萨 念念 因为她太累了 因为她好几天 已经没有睡觉 她突然就睡着了 她就看到了 一位出家人 观世音菩萨的现身 跟她讲 快点跑 她就醒了 她讲 为什么这时候跑 冲出去 原来房门啊 打开来了 而且所有的呢 那个 看门的那个 军官啊 那天刚好喝酒醉 全部睡着了 这时候没有人 她就赶快跑啊 跑跑跑 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跑 跑到以后 结果呢 因为晚上嘛 她很害怕 突然有一个人来了 结果呢 她就趴在水沟里 她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糟糕了 刚刚才呢 跑出来 现在又有麻烦了 结果后来 她眼睛一看 哎呀 原来那个是她老公啊 她老公来找她 她就放声大哭 抱着 抱着她 最后呢 这两个人呢 就跑到那个 谭义法师的庙里 那 谭义法师就把她庙藏起来 从此她就避过这个灾难了 这是在旭高生传 刘宋时代 真正发生的事 也就是说 假如你被人家污赖了 而不是真正你犯错 你念观世音菩萨 虽然有惊无险 的确你会度过你的苦难 但是这一段讲 物事因果丝毫不爽 看一下科判 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 下面一个故事就更精彩了 你呀 自己犯的恶业是躲不过的 再看一个 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律里面 明朝末年 那满清 明朝末年 军队呢 由北向南宫的时候 经过扬州 当时有一个幸福的人家 他从小就念观世音菩萨 拜观世音菩萨 由于呢 因为呢 这个军队要过来 所以大家心都不安 各位知道 古代战争的时候 都是很残忍的 军队呢 是烧杀辱略啊 什么坏事都做 放火 这时候他们全家人啊 就想糟糕了 听说过几天 军队要攻进来了 那扬州城怎么办呢 他们说不管 我们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结果这个主人呢 他一直念念念 他们全家人念念念念 他也累了 念了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大悲观世音菩萨 亲自现前 白衣大事 然后撒着水 对他说啊 你可能有灾难了 过几天 军队三天就来 你们全家的人呢 因为拜观世音菩萨 可以躲过恶业 你呀 很困难 然后他就问 观世音菩萨 那你说全家人都可以躲 为什么你不渡我呢 他说因为你欠一个人的业 他说过几天 三天以后 军队闯进这个大城的时候呢 会有一片混乱 军队里面有一个叫王马子 三头王 马子 就是脸上有很多马子 能一点点 芝麻的马子 叫王马子 这个人呢 在全身被你呢 因为误杀 你起了称心 你用十六刀砍过他 你现在先念观世音菩萨 我看你很难逃过 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先告诉你 明天他会来 我建议你呢 你就不要躲 你就在家里等着他 而且先准备一道饭菜 跟他说 王马子啊 你打仗很辛苦啊 来来来来 我请你吃一顿饭 你跟他和解 假如他愿意原谅你 你就可以得过这个灾难 假如你得不过 他不愿意原谅你的话 那你今生会被他杀 来生他会再杀你 冤冤相报啊 这时候呢 他突然醒了 下了一身冷汗 他跟他老婆说 三天以后呢 军队真的会进来 扬州城了 观音菩萨通知我 所以你跟孩子都不要担心 赶快跑 老公我不能跑 我们生死在一起 别笨了 你可以赶快跑 但是我得现在来 面对他 来 你赶快帮我煮一袋韭菜 家里有没有好菜啊 赶快煮 他说有 他就做 做了以后呢 结果三天以后 就真的军队攻进来了 就攻进来的时候 军队呢 是烧杀乳猎 全家都很乱啊 全城都很乱 然后呢 突然就有一根冲了进来 他就站在那边 拿着刀子 然后就看着他 他第一句话就问他 请问你是王马子吗 他笑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又不认识你啊 他说对 没错 观世音菩萨托梦给我 他就长话短说说 我过去杀你十六刀 我现在真的很抱歉 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知道你今天要来杀我的 可是呢 我很真心希望你原谅我 所以观音菩萨叫我 煮了一桌韭菜给你 这个军人一听 哎 观世音菩萨 哎 我也拜观音啊 可是呢 我没办法 国家要我们打仗 我们是军人吗 我们就得打 那你前三杀我 我又现在杀你 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样好不好 我们坐下来一起喝酒好不好 然后一起吃饭好吗 吃完我们就解决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王马子很有智慧哦 他说既然你过去欠我十六刀 那我还是得还 他就这样 拿刀子 刀子有正面嘛 他反过来 刀柄 就在他背上砍 一 二 三 四 五 十六 然后念完就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好了 我还你了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吃饭 吃完饭以后 真的他们谈一谈 因为做军人其实很可怜 对不对 在他乡了呢 还遇到一个人呢 还可以煮饭给他吃 他很感动 他真心的还他了 最后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 所以可见 念观音菩萨是有感应的 但从第二个故事可以知道 你自己造的恶业啊 有时候呢 也很难改的 但观音菩萨会给你机会 所以各位看科派 物是因果丝毫不爽 绝对不要造恶业啊 这是师父讲真话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造恶业啊 待会再去拜个大悲惨啊 可能没事啊 不 有些人没事 有些人还是会有事的 因为你的业并没有灿除 第一个故事 是因为他被人家冤枉 所以他念观音菩萨 他逃过这个土匪 诬赖他 官兵抓他 他是被诬赖的 可是第二个故事呢 观音菩萨 他们穷巧到大 全家人都拜观音菩萨 他做梦梦的观音菩萨 可是观音菩萨还是跟他说呢 你是逃不过你的恶业的 所以有些业可以转 有些业不可以转 业像什么 像海浪 各位你去圣陶沙 你们很少看过海浪 在我们台湾 真的台风来的时候 海浪是真的很可怕的了 你看东南亚大海巷 你不要小看水的力量 它可以所有一切都摧毁 对不对 所以业现前的时候就是海浪 那现在问你 假如你在海边海浪 一点点海浪 你还觉得罗曼提克 大一点浪 你就会讲 小孩赶快走赶快走 可是如果浪大的话 听好 连整个轮船都会翻 所以可见业是很可怕的 那现在问你 海浪的时候你挡什么 你拿什么去挡海浪 拿雨伞吗 还是拿竹钢 我现在用这个比喻 专心听 竹钢跟雨伞 就代表你的福德智慧很薄啊 真正要挡海浪什么 要建防波堤 用水泥建很高十层楼 海浪来的时候呢 有些水泥啊 要八级以上防地震的 现在台湾建筑 都要建八级以上 所以建筑费会越来越贵 是因为它的钢筋水泥要很强 八级地震啊 才能够挡海浪啊 假如你是六级的墙啊 海浪一吹还是会垮的 用这个说明 我们的业 就像狂风暴雨的海浪 所以你平常要忏悔 平常不要造恶业 有一个人有又问我 师父什么叫忏悔 就做了以后 永远不要再犯 不要用勾心斗角 明争暗斗 尊名夺利 到时候呢 就算观世音菩萨来救你 你也是很难的 今天我经文讲到这里 我还有要补充一点点 好不好 因为时间有限 我再跳一个讲啊 好 其他的就下次再说吧 请看经文 这次很高兴 Part 4讲完了 告一个段落 想供养各位 我把欢灯片先打出来 失败与挫折 是修行路上最好的老师 这是这一次我要供养你的 我们都会很期望 我们修行要一帆风顺 哎呀 观音菩萨应该很保佑我啊 应该每一次我签马票呢 应该都会中吧 不一定 可是你也会发现 在修行的路上 有时候你也会起起伏伏 你会遇到好的事情 也会遇到坏的事情 那为什么遇到坏的事情呢 是因为你过去业与烦恼 杂染的心 染污的心 所显现的业 从正面来说 我要先赞叹各位 各位也是过去 修五戒十善 多生多劫的佛教徒 所以你才会投胎到人 也会投胎在新加坡 非常有福报的国家 对不对 吃榴莲的时候 每人都是圆圆的 对不对 其实各位是很有福报的 可是你会发觉 我们虽然身在这个环境里 但是你还是会遇到 很多的挫折 跟失败 为什么 因为那是过去你的恶业 业并不容易 这么样的忏畜 业要像释迦摩尼佛 像长步清菩萨一样 深深世世的修持 释迦摩尼佛在法华会上 多生多劫 他说提佛达多 深深世世都障碍他 可是他心中没有起称心 反而他成佛的时候 他第一个感谢提佛达多 因为提佛达多是我的 忍入真上的善知识 所以他因为深深世世都破坏我 障碍我 所以让我感觉轮回很苦 我很精进 所以没有学佛之前 你会觉得失败跟很挫折 的确很丢脸 也会让你很沮丧 可是听闻佛法以后 你要反过来转念 失败跟挫折 是你最好的老师 人一生若没有失败跟没有挫折 你就会狂妄 我们中国常常讲 learning by mistake 错误中学习 我刚才讲 错误 失败跟挫折 有些是你过去的业 当然你今生学习 也会有很多的错误 但是从错误当中 你要学习 所以请看 要有忏悔的心 出离的心 大悲心 为什么 忏悔的心是对近 你要认错 我们人常常老讲 人很苦 我再做统计一下 十二生肖里面 你属牛的请举手 请举手 好 挤高一点啊 好 很好 那我告诉你 牛那就要看你怎么用 你很认真的话 你就会像牛一样 忍辱负重 做事情非常认真 这是用得很好 但是呢 你若用得不好 这个就牛脾气很大 对不对 是不是 虽然中国讲十二生肖 或是星座 是我们的夜投胎的 举方说 像师傅 很可怜的 我是属马的 做牛做马的 但要看你怎么想 也有天马行空啊 对不对 所以 牛是一个很好的动物 但是因为牛很固执 所以牛脾气也很大 我要说明的是说 我们人为什么不认错呢 是因为自负与傲慢 我当然不是说 刚才星座的莲友 就是很自负爆慢 每一个众生生来 都很自负跟傲慢 因为自负很傲慢 所以你不认错 所以你很难生起忏悔心 这就是你继续轮回的原因 第二个 固执与强硬 英文讲stubborn 就是很固执啊 我们常常看老公跟老婆 就会骂他 哎呀你这个人哦 怎么讲了这么多次 你还是这么固执呢 没有错 他就是铁公鸡一薄不拔 所以他没有福报啊 他呢就是那么固执 所以他脾气不好 他人缘不好啊 所以其实固执跟强硬啊 是我们要去改变的 因为你改变以后 你才会想生出离心 出离心就是从轮回当中 得到解脱 接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容易 生起大悲心 因为我们很自私 也很自利 我们常常人一生下来 都先想到自己 当然是正常的 可是当你学习佛法 你要行菩萨道 你就要常常要申请 无私利他的大悲愿心 利他才会产生大悲心 既然我们要学 大悲观音法门 再讲一遍 你拜灿的时候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马 那你就要从你心中 从周遭的人开始 一个一个去帮助他嘛 帮助久了以后 你的心量就会管大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之一切法 既然速之一切法 你就要听闻一切佛法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智慧眼 智慧从哪来 要深入精湛 你才会有智慧啊 当然拜大悲唱很好 可是你唱一唱拜 老实说只是众善音而已 结个缘而已 你要真正从认错 改变自己 而产生利益 他的大悲心 所以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就想太好了 师父说 我修忍入波罗蜜的功德道了 这样的话 人家骂你 你就不会生烦恼 对不对 人家赞叹你的时候 你要想 你要谦卑一点 不要那么固执 不要那么强硬 这个是我这次讲座 要供养大家的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会遇到逆境 遇到逆境的时候 不要躲 躲是躲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业没有改变 逆境就像影子一样 永远会跟着你 你从新加坡跑到中国 一样还是会有逆境的 从中国跑到台湾 跑到了澳洲 你业若不改 它一样还是会有逆境的 所以不要去排斥外境 要改变自己的心 修持法门 就是转念要修心 最后 我很高兴 要说感谢的话 虽然在新加坡奖金 敬明佛学会是 很长的六天 其实六天呢 真的是很短 为什么呢 在我们台湾 是每个礼拜 我都会上课两天的 是我自己的道场 所以我们可以 七年八年都长期的 学习佛法 所以在道次第上 我会建议各位 我们这个讲座 时间有限 对不对 又要带各位发愿 又要点灯 又要交观想 又要发愿回向 我终于讲一个段落 但是希望各位 很珍惜你拿到的DVD 多听几遍 佛法浩瀚如海 谦虚一点 珍惜一点 听五遍 十遍以上 假如你懂电脑的人 请你上网 听修心七颂 修心八颂 我也讲过 佛子行三十颂 三十七颂 也讲过 入菩萨行论 我都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讲的 希望你可以 常常听闻佛法 虽然休息几天 下一场 我就会去宽记念佛堂 讲地藏法门 Part 3圆满 过几天 我就回台湾了 虽然我仍回台湾 但是我的心呢 会祝福各位的 好 最后给各位看几张图片 修行像小草一样 你不要像小草的生命力 我们有首歌叫小草 你们记得吗 大风起 把头摇一摇 风停掉 要停止摇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还有我们的老师 就告诉我们要 对不对 像小草一样 小草你看看 只有一点点 但是你如果慢慢栽培小草 你看 小草会长大的 对不对 接下来 小草它发芽了 代表生命的希望 小草慢慢长也会变成树苗 树苗会变大树 大树会变成阿里山的神木啊 再来看 小草一点点 它代表我们生命的希望 我们修行 发菩提心 发大悲愿力 行菩萨道 也像小草一样 我们要阳光 要水分 我们要护念我们自己的心 接下来你看 植物 你如果每天去栽培它 浇水 浇花 慢慢慢慢 它都是长得很漂亮 对不对 就可以做很好的盆栽 同样的 慢慢的呢 长一长 就会变成五十年 一百年的老树 对不对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很重视这个种树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都遍满无量无边的树 这个树代表什么 菩提树王 对不对 我们天气乐的时候 都喜欢在树底下乘凉 我们修行也像从小草一样 要慢慢慢慢互念它 你要有耐性 要有长远心 到最后呢你看 你可以长过了五十年 一百年 古墓参天的老树啊 甚至呢 当你的祖先已经离开了 这个树呢 还在人间 我们讲前人种树 后人成梁 再看 各位有机会要去 Anglo 吴格窟 也是佛教的圣地 Anglo呢 现在也变成世界文化奇产 你看 它电影里面拍的就是这个树 你看 树根啊 向下扎根 你不要小看这些力的力量 不要小看你每天 一滴一滴一滴 滴水穿石的力量 久了呢 你看 树根 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的心 也像树一样 栽培你心中的 菩提树苗 再看 对不对 树根 可以整座 Tempo Tempo 对不对 整个石窟的寺庙呢 它都包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 最近十几二十年 大家都很提倡环保 小的时候我也没有环保的概念 我们也不知道垃圾要分类 可是你看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类很多很多的灾难 谁造成的呢 是因为我们不爱惜这个环境 不爱惜这个地球 我们只有一个家 地球若毁的话 我们呢 要去哪里住呢 各位住在大海吗 住圣陶沙吗 还是呢 要住天上呢 那你现在科学家又说 我们要住到外太空 那真正要住外太空的人呢 大概是要很有福报的人 才可以搭上太空船吧 有一天 我们也栽培小孩子 也栽培佛教青少年 也栽培佛教青年 那佛教就会有人才 所以希望各位老菩萨 我们慢慢长大了 老了 但人老 心不老 也希望你护持 后来的儿童佛学营 佛学教育 你要去种这个因 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回头一看 哦 我以前是从新加坡来投胎的 哦 那个佛家徒 我曾经供养过他 我现在呢 可以投胎到他家 佛教家庭 假如我们不种这个因 你们去了极乐世界 成愿再来 结果一看 哎呀 全部都念 哈雷路亚 哦 那边都是那 阿拉 三千大千世界 没有佛化家庭 你要去哪里投胎呢 纵使你投胎到佛 这个基督教的话 你拜佛的话 你的爸爸妈妈 可能拿竹竿打你啊 说你是迷信啊 所以各位老菩萨 不要觉得你做不到 佛教徒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最后供养大家 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的愿力就有多大 但注意听 不要一直喊口号 心量大 愿力就大 注意下句话 考面对的考验就有多大 知道吗 当你面对考验 逆境忍辱功德的时候 你呢 修持的功德 就会慢慢显现 最后你自信的佛性呢 就会显现 它是成对比的 你的遇到逆境越强 你的功德力就越大 那你的愿力就会更大 所以不要只是佛教徒 神前喊口号 心量大 愿力大 嘴巴你也没有用 真的人家骂你 你就跑掉了 真的佛堂 请你来做义工 我没有空 我没有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佛教徒要珍惜 在这一生 要珍惜你的生命跟体力 奉献给佛法 奉献给一切的众生 最后我还是要真诚的感谢 敬明的主席 副主席 跟所有的干部 为了办一场讲座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师父是每次都很真心的讲 为什么 我可以真正的了解 当你们吃到餐厅里 提供很好的蔬菜 你知道吗 后面的老菩萨 都是免费一功 早上呢 他就开始在剁菜了 所以他讲什么话 我都听到的 对不对 周五吃完饭 他们也在洗碗啊 帮忙弄啊 厨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很辛苦 要成就一个正法的道场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 以热力的掌声 谢谢他们 除了谢谢的同时 也希望佛教徒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同共发心 你没有钱 没有利 心中也要像点灯回向一样 祝愿佛法 能够兴盛 心量要大一点 当然师父也是要感恩 感恩什么 感恩三宝 感恩新加坡 对不对 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干扰 而学习佛法 假如我们现在在战争 我们有地震 我们有灾难的话呢 我们可能忙着救度众生 就像日本 我们也没办法坐下来 很安静听闻佛法 所以我要感谢三宝 同时要感谢我自己 感谢我自己呢 虽然我越来越老了 起码我没有生病 我也没有障碍 这六天我也很少去哪里 我都是在这里 早上打电脑 送经 禅修 为各位准备东西 下午呢 还休息完了 为各位会客 一直到晚上 然后晚上讲经 所以我也要感谢三宝之外 也要感谢我的父母跟老师 当然最重要办法会 我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你若不来的话 大概师傅只有对着柱子讲经了 所以我们要热烈的掌声 感谢在座的每一位 好 今天呢 讲座就讲到这里 请各位看发愿文 对不起 我知道时间到了十点十分 给师傅五分钟 好不好 我们一起发愿极乐世界回向文 请翻开八十八页 请看幻灯片 希望我们将来未来的生命呢 能够蒙到阿弥陀佛临终皆引 再到极乐世界见 这时候呢 我们晚上也可以不用睡觉 也不用赶着赶MRT 在极乐世界是零花化声的 可以听西方三圣 亲自为我们讲无量的经 请看八十八页 这个愿文大家很熟 请合掌 然后观想你所有的爸爸妈妈 亲朋好友 有缘无缘的人 通通都合掌 一起发愿 从八十八页念到八十九页 这是我们这次六天讲座的总回向 好不要急 也不要念错 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清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全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不渝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闲清静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主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记忆 化身胡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遍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谱贤淑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往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 自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源总治 好 阿弥陀佛这次六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下一次 Potify请你先预习 下次我会把 这一个你绿色的讲义 全部把它讲完 所以希望你回去能预习 下次奖金应该是九月二十九号 对不对 连续六天 详细请你看公告 好 我终于讲完了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你带来